大家好 欢迎回到正向报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1月21日星期六已经到了晚上时间 今节继续有我许乐山 还有纽西兰有机小波罗 芒向铁人 耳得太阳 大家好 澳洲红者饼 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马来近 各位芒友好 记住 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订阅梦向编辑YouTube频道 正向曝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不得不承认香港19个问题 可以说真的叫做第四波已经正式来到了 今天我们截止到刚才所说 已经去到晚上超过6点的时候 已经再看一看 初步确诊的数目 今天已经去到六十钟了 真是相当夸张 因为我今早早一开新闻的时候 一觉醒来看一看新闻 很早的时间 今早有四十几 应该是四十几 然后就说已经去到晚上 这么快 初步确诊是真还是假还是怎样 现在看到要超过六十 明天就不知如何 初步大家好像跌到过位数的时候 都好像没多久的时候 突然上升到这么高 是 当时老师说过位数啊 又骂林郑你都白什么什么的 这样都不开关他 那些人又怎样吃饭 当然了 去不到他家餐厅吃饭 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讲一下 现在张竹军都说了 跳舞群跳出超级传播者出来 哇 真是相当惊人害怕 竟然跳很多不同的dance club 什么白乐会啊 哇 很多个跳舞群组 原来香港这么多人都喜欢跳舞 现在才知道 跳老母 跳老母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套 以前有一套 刘德华和胡艳芳 爱君如梦 舞者灵魂蟹 原来真的有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有跳舞的 但现在因为年纪大 不要说年纪很大 听到弃死我一次 抽了小孩一段时间 他少了拉筋 脚踢不到这么高 就唯有放弃 但他的舞者灵魂蟹 依然都是放在鞋櫃里面 是不会丢的 我的舞者灵魂蟹 大家都知道 这个第四波 他会粗一点 跳舞跳得多 他也有些方法练 等着脚不要那么粗 我认识一个黄人的空姐 他是在银行做的 但是腿都粗过我大 不是粗 粗过我大腿 这么厉害 他练什么舞呢 请问 巴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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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行 巴雷舞要单脚站的时候 转转一下 因为不单只那只脚的形 要漂亮 是直接是你的脚尖 就是要金鸡独立的时候 你的脚的脚板要成直线 要成不了才行 成不了的话 你就要丁丁出局 你就不能成为一个职业的巴雷舞的舞者 所以他不能做空姐 做不了舞者做空姐 我们说一下 这个第四波来 我看到一宗新闻都觉得很夸张 我们都是陈淑庄 为什么呢 就发现到 铜锣湾有172人 迫爆了一间楼上巴 为什么不可以在家里喝呢 一定要是 那些才有气氛 喝 这个回合我害怕 然后喝到这样就 我心想 为什么要迫爆楼上巴 都要喝呢 有172人被票控 我心想 如果假如 你们自己 有人去了一间楼上巴 违规 去了楼上巴 如果他们真的病發 他们都不会说自己 他都不会说自己曾经去过楼上巴 是的 是吧 通常都不会说 我觉得不会 其实 第一件事 人家觉得你很认识 疫情期间中海 第二件事 至今楼上巴 会不会 隔跌 不会太高 有些人觉得 一定的 都可以做得很正 我真的不明白 你发现这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 疫情已经是又再上升了 这个人数 为什么你们不自律 不去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有些什么 你冒着重十九的风险 都要去楼上巴 有什么好玩呢 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 啊 就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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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来到的时候都发觉 啊 你们还在疯了 还是有没有保持的距离 而且那个场子 是超过了这个上限 成三倍的 哇 那不就 好像铁辣 线帽 像得这样 相当辣 当然了 现在都像 陈淑庄 真的很深居简出 就不会发现到他的蹤影 去到葡巴 那些 可能真的 可能去了一些党友家里玩 他们党友都被人DQ 又又不做了 他自己又不做 哎 终于有办法专心抱了 好 House Party 又 也是的 可能和郭榮鏗喝苦酒呢 哇 你被DQ了 现在又要再找工作 做律师 做大律师接案子 真是辛苦了 他应该和 陈淑庄比较配 因为他以前那些都是 在一个公开装处里 都是喜欢唱张国荣的歌 和阳岳桥 很辣身的 这次真是无心碎免 没得做 那我说一下 这个楼上巴的老板 都挺薄的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法例是怎样的 他拥有啦 控制啦 或者營运 这个聚集的地方 而明知 而容许这些人在聚集的 已经是聚属犯罪的 最高是可以被罚款 两万五 和监禁六个月的 监禁的 这么薄 是呀 你三倍 是吗 那不就要三倍 算成三倍 监禁六成三 可能你上下 等钱花 可能他想着 哎呀 拼了他 早晨了一会儿 一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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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着一板过 赚了这笔 就想着 来着就可能 盖棋 盖下棋 不接生意 哎呀 怎料就是今晚 就是那次 就是盖你棋 收你 收你棋 所以我看到第二 可以说是第四波 我其实很希望 香港的朋友 大家如果能够 忍一忍 不要去这些场所 或者什么 跳舞 跳到有 跳到 会惹到十九 都要跳 有什么这么紧要呢 我真的不太问 你今天播一下 陈伟涵手跳舞街 在家里跳一下 麦杰文的 不好意思 麦杰文 所以 如果大家是不是 不自私 不要那么自私 或者多想一步 忍一忍的 是不是可以呢 很难的 你说 知道为什么 是有一批 这样的人 很多香港人 都说 要出来 那才过得过人的 就算半夜三间 小点一点都说 出去唱K 这样 乐点 乐club 这样的 忍一忍 越夜越美丽 应该是 越夜越有机 那么过仔就唱 是吧 有首歌 不知道什么 喝了什么 什么猪扒 都变成女神 是吧 有一句歌词 挺有趣 挺有趣 挺应景 所以 新加坡那边 本来有旅游气泡 都说要 哇 不行 爆破气泡 那什么西门子敬 就不用说 哎 香港 新加坡疫情 香港都对他开关 不好意思 人家对你封关 怕到你 就 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吵 之前我们节目都说过 staycation 又说辣椒 很辣 又说怎么样 可不可以放宽一下 那个 结婚 大琴姐 可不可以都进去 超过四个人 行不行 你想想 很多人都觉得 很多人都存在着一个叫做 僥倖的心态 哎 不会我的 不会我的 那变成了 大反弹 其实就很令人痛心 可能本来 是啊 你是害 累了全香港人 全香港人陪你一齐 又要度过过之前度过的 苦满的日子 所以整天断来断来也断不到尾 是吧 没错 现在 很多香港人很想可以通关 我相信到通关那一天 就好像落宅荒狗一样 所以很难 现在我们可以说一下 大家有没有留意 安心出行的APP 我没有留意 有 我是看到一只抽水心 新闻是许智安家 这个王申明才知道有这样的APP 那哇 嗯 有一个公主席 就叫大家 突塌了 就可以去 響映了 不同的场所 搞的 政府场地都会 整起 不过 如果不是硬性的话 你想想想去这些 逼爆三倍的 就是楼上巴的,那它怎麽会嘟呢,是吧? 大家都懂得怎麽走位,还是怎麽样的嘛 挺搞笑的,我看到这些叫阿谷,就是pizza那麽大个个 那些去到盛奉场,做一个叫做安心出行 就让大家可以用用它,不过如果未来,慢慢可能会形成一个风潮 即是如果真的要嘟了,才可以去,或者才进来,不过可能到时候有些刁民 他们说,什麽?歧视我啊?都不行啊? 是不是想监控我的活动啊? 是不是想买我的资料啊? 你收到哪个钱啊? 那现在有些呼声就说,可能希望强制某些地方 高风险的场所,会不会强制还是怎麽样呢? 有些地方也说,会不会吃市就脱下口罩吃东西,会不会高风险啊? 因为我看到最近余景新城,搞了个台湾美食的摊位 我就问朋友,你会不会下去吃啊? 还是怎样呢? 这些情况,未必啊! 因为他怕,他去买那件,好像小食摊那样的小食 他都怕那件事,会惹到病,吃到肚子会中了十九 去到这麽担心的情况,其实听到这些情况也挺心伤的 可能你推出一个叫做安心出行的apps 但有很多人又有陰谋论,又说要监控你啊,又说这样那样啊 你真的以为爱智安和王森荣被你监控倒吗? 那倒是在车镜那里了,是吧? 是 大家怎样看呢?是否香港真的很难断尾呢? 更难跳文啊 另外,比我印象,可能我觉得香港人都挺喜欢去玩 都喜欢玩的正常,但有时候好像什么也一窩风比较大 那些羊群心里都挺厉害的 知不知道最夸张,就是突然很多人去行山行到 是海洋公园那个纜车,波波纜车那个呢? 还要踏上去 是吊车,竟然在塔塔打卡拍照 搞得人家那个球差点顶头锤,顶到那个纳车那个球 所以人家要停了,我想想那为什么呢?有什么那么好拍呢? 那天我还问一些网友,我真的以为这么多人摆在山,那些人摆在山 怎么说呢?应该是要自觉一点的,是的,我也明白 香港是小的,住是辛苦的,我现在也看了一些节目 这个《现在电视》应该是我记错了,其实他就说 怎样将那些很小的屋摇身一变,我心想两百多呎 然后还说到他弄了地台,哇,这些空中的书房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都挺惨的,这么小,好像很享受 还要几十万,我去创修还要几十万 有时候是理解的 地小人多,所以明日大月,不过都很难的,就算明日大月之后 那些人的住的面积会不会真的有改善呢? 那当然了,就不会即时改变了 所以王婆婆就明智了,这么早投资深圳 十几年了 我想他那层应该升了几倍 正常就升了几倍 王金婆婆这个 王金婆婆 王金婆婆 我们讲清楚了,我们无意冒犯香港的朋友的居住 你只不过说回 不是,我是探释,我不是冒犯,大家听得到我也是探释我 所以我都跟香港网友说,有时都明白 为什么,深刻来说,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压抑 而且这么容易可以煽动到一批年轻人出来,搞搞阵 当然那些年轻人有时候都是不理智的 但是有些条件是酝酿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也是那一句 究竟是不是要出重手呢? 才行呢? 因为有些朋友我看到都挺有趣的 都众说纷纹 有些就说希望政府,真的 某些师傅说大刀阔阔阔一点,狠心一点 是一炮过,十几天就真的十几天 就是要令到香港社会可能真的要大三霸 那种类型的事情 先停了去,就像打风打足十三,就是十四天 没错,如果真的要去到这一步的话 是对整个社会影响得非常大 那负面应该是很巨大的 好像我们新西兰、澳洲经历过封城这些日子 香港还没经历过 其实如果要经历的话 影响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多姿多彩,香港 其实他们又可以想想 在外国生活中是一样门的 那你就可以体验一下 准准外国生活 如果有些话 但他们就这么说 有自由的空气啊,出街不会有警暴啊 起码都不用怕 这句要糾正一下 现在还有什么所谓的防暴队要出来呢? 其实都是那句 没有你们说要出来搞事 就不会有防暴队要出来的了 也都不会有人被拘捕 会被拘捕 例如那些什么 美国队长二代啊 还是什么呢? 恶恶恶恶恶那些 古灵精怪的那些 都是因为你搞事 或者你涉嫌犯了某些法例 才要拘捕你 要什么拘捕你呢? 有空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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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他是超级英雄 也要面对 就是生活上也有这个困境 大家还记得的话 第二集 所以是很发人心醒 我常觉得 我们要回说19个问题 希望大家真的 如果能够忍受的 真是少点出街 会是比较好些 就是自己减低了自己的风险 以及减低了万一 应该是为了全香港好 我经常觉得不应该想到自己很大体 这些每个人尽一小小的分力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要重不如短筒 不如一锅过两星期 好过突然间烟完又翻烟 本来好像还可以了 记得那些泛民之前说 你看现在少了那么多人 是不是应该让我们游行 有没有搞错 更加不应该 就是要零一段时间才可以去 真的再去考虑究竟是不是可以 恢复一些活动 我觉得这样反而会好一些 否则你去到差不多好像好一些 又出来又是再死灰復燃 接着现在又来过 哎呀你有第四波了 你又埋怨政府防疫做得不好 但是不关政府的事 政府不可以控制到你们不去楼上巴 那些人说什么 为什么不对内地开关 别人不开给你 大佬 麻烦你这什么洗门止径 你清个事实才是别人不开给你 大陆做得很好 内地做得很好 不想那些人搞搞震 还有现在来说是越澳的居民 香港居民可以回来 我想可能他们都未必敢回来 是啊真的 我们也有陌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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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xi 但是偶尔都回家来健和父母 即是是香港人 他不要翻 Greeks 他母親叫他不要回家 我有幾個老友記 現在都在國內發展 他都少了 為什麼呢? 他說在深圳 不知道好像是黃婆婆 當然他不是黃人 他在國內搞教育方面的國內升學 國內搞外國的升學 當然他說發展空間也比較大 他說還有人口比較多 所以深圳 他現在在深圳搞緊 無論做學校的升學 或者做一些培訓機構 都相當不錯的 當然現在十九個問題 有一部分都會倒閉 比較難捱 不過可以趁這個時間 先儲一下學生 他說他在近著福田的關口 租了一個700呎 建築面積 有露台的單位 相當不錯 你猜多少錢? 近著關口的 萬二萬元 不用 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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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還要和一個朋友 和一個好姊妹 一起租 兩個都回到國內發展教育事業 搞升學也好 搞培訓也好 不錯 你說這樣 為何要回來香港 為何會選擇考慮在國內發展呢 就是這樣 收緊的工資 也不是低於香港很多 你想想 生活成本已經便宜了一節 那就非常好 所以其實中央政府 都是對香港人好的 大灣區一個 大家一起陪套 有些人分流去大灣區住 其實都是好的 但是 那些人就說 你想什麼 香港我 土生土長 生於此地 死於此地 經常都說這句 你隨時可以回香港 有什麼問題? 真的 不讓你回嗎? 有說 坐乘高鐵 坐乘巴士 什麼都好 所以我不明白 城寨的人說 逼我們走 沒有逼你 現在這兩個朋友 還說要去南山區 買樓 他們間日的節目就是去看樓 很貴 升得快 現在都暫時 馬黃寶寶 要不要放層樓出來 你都不敢買 可能留下自己的道具給你 哎呀 不要 有機會都可以過去看看 還有又說 如果香港人的身份 在國內去上會供樓 那些利息還會是有些蠢東西 有些蠢東西 大家 我們不是銷售樓 有什麼地產藍 完全不是 我們不敢高攀 那些什麼升學 買樓 那些 不敢高攀 全部不敢高攀 我們純粹說一下別人朋友的案子 別人朋友還朋友 我們還我們自己 沒錯 不敢不敢教大家吃蛋捲好過了 是啊 好啦 我們今次來到這裡 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度過 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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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